空军一号在1963年11月22号抵达达拉斯·拉夫菲尔的机场 标志着新闻记者采访总统访问的一系列活动开始 其中包括记者鲍勃·胡法克 我的任务是去梅因街和阿克尔德街播报总统车队 总统车队通过达拉斯时人潮汹涌 吉姆·塔格正在前往一个午餐约会的途中 当时他在车流中被堵住了 当我看着人群来了一辆车通过这里 车身上有小旗帜 这时候我想起在报纸上看到肯尼迪总统今天在城里 塔格发现自己在迪迪广场的一端 我刚刚看到总统的车 几秒钟后有人放了一个鞭炮 我想原来那是第一枪 然后稍微停了一下 然后就是两声步枪射击 这时候好像有什么东西刺痛了我的脸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 试图弄清楚了什么事 于是我想 难道有人朝总统开枪了吗 一点没错就是这样 达拉斯副警长基因不闻 是车队外面首先做出反应的执法人员之一 当时有两个人在这里倒在地上 我来的时候我自言自语地说 有两个死了 在这同时总统车队加快速度 开向帕克兰医院 富士菲利斯霍尔正要结束他当天的值班 一道道门被冲开 我没有时间去想发生了什么事情 冲向创伤医师的医疗车上的总统 霍尔只能依稀分辨他的头部和胸部 我没有带听诊器 但是我感觉不到任何的脉搏 在医师和护士们不仅仅抢救肯尼迪总统 同时也抢救德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诺利的时候 一大群人开始在外面聚集 车队里的政要们受到震惊 只是四处徘徊 一声谈话惶惶不安 胡法克在急诊室外面 离开他的汽车不远的地方 倾听着他的电台有关总统的最新情况 同时急切地努力收集目击者的采访 救灾医务人员努力抢救总统生命 而无力回天之际 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是一群人 几乎都是护士涌到走廊上 嚎啕痛哭 我们立刻知道总统已经身亡 随着时间推移 这个消息显然通过人群传播开了 更多人落泪 如果我有空闲这样做 我也会哭的 对于在德克萨斯州的许多人来说 1963年11月22号 永远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它标志地笼罩这个地区 多年的一个长长的阴影 肯尼迪总统被暗杀后的50年来 这个城市的领导者们 一直在努力改变这个阴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